今個中秋我去了東岸公園 記得看到最後 Let's go 泡台山東岸公園主題區 這裡是入口 十一夜的衣服和入口的顏色很搭 離遠已經看到一片燈籠海 燈色吹燦 很多狗狗 不小心開心到用兩隻腳走路 這裡有用紅白藍膠袋 整成的燈籠 入口位置比較多座坐 辛苦哥哥舉起十KG的外影照 這裡也是一個熱門的打卡位 但是當日去維港兵室 不要著燈 細心留意一下 這幾隻兔子是用大型水瓶整成的 公園中間有兩排蒲公英造型的燈 還會變色 中間位置也有三個竹棚隧道 是用回收竹枝整成 看下我多乖 坐定拍照 公園中有很多人玩滑板 聲音也有些大 如果狗狗對聲音敏感就要留意一下 海旁沿路都有燈籠 這幅燈籠牆很漂亮 不過我們用普通手機影就有些背光 周圍看的十一 海旁有幾個用油桶製成的走馬燈 這個Victoria Harbour燈箱是最上的打卡位置 大家找不找到我 我站在O字上面 這邊也有很多的燈給人休息 sir滑梯這邊是防波堤 原路是沒有欄杆的 要注意安全 向前走就有一個花心形狀的排風口 這條路全長大約一百米 走過這裏 頂上的裝飾好像進入了大海裏 我是風之子 好大風,好涼爽啊 東岸公園24小時開放 越夜越多人 十一夜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快樂 快樂 快樂